大学毕业生最担心的应该就是毕业等于失业了吧 如果能在学校期间就打下了就业基础 肯定能减少不少忧虑 现在有科区大学善用产学合作 希望毕业以后能够树立接轨在职场大放理财 调酒师 空服员 时装模特 各个年纪轻轻却充满专业架势 期望毕业后到职场大写身手 给学生多点机会 请业界人来到这边做一定程度的一个交流 慢慢的我们学生也融入了这个环境 他更早就可以知道什么业界 业界在他还没有毕业他就要他了 这就是我要的 校长陈奕文在信坛超过大半辈子 也是打造创新产学合作的幕后推手 你看最近我们的教育都在推跨域 因为学生真的不应该只是专进一个工作 而是他要多功能的一个项目 去让他好好发展 那也因为我有这样的执着 所以我一直鼓励学生一定要往这边方向 所以我自己是一直很积极地 在做这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 三十年过去陈奕文都没有忘记当年应许自己的话 把每个科系都锁定知名业者进行接轨 表演艺术系就开启与电视台的合作先河 我们跟三立成立的影视学院 我们是多元多广度的 各个项目都有 除了课程之外 我们有一个标准的课程之外 有任何的机会 学生都可以实际到三立去做演出 包含的就是有灵眼 还有实际的有一些真正被征选进去的 这也是我替学生创造的一些 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机会 打破学艺术没出路的刻板印象 辅佐同学们产出的作品 接近职业规模 还担任引进者 让杰出学生越深签约艺人 学校给我们的优势就是 让我们先提前 先融入了一些演艺的一些生活 然后让我们提早知道 原来我们在演艺生活要先准备什么 比起外面的人 他们是突然进到那边才开始学习经验 还要来得丰富 那我们煮红西式咖啡的时间 大概就是抓一分半左右 观光参旅学院 打造各式各样特色教室 让学生生力齐尽 这时尚影条教室 首创把大型酒吧搬进校园 在建设的时候 我就是仿造五星级饭店去做打造的 就仿一个真正的一个影条的一个场所 所以学生既然不陌生 他长期在这边 等到他到业界从事这个相关工作 他更不陌生 他更能得心应手 培育学生实务经验 也让他们更有信心 征战国内外各大竞赛 在第十八届密西哥 荣获在创意茶饮五九斤的比赛获得冠军 首先是先谢谢校长的支持 与保园院长的 有这么好的设备 与练习的地方可以让我练习 扎实训练 让学生们在各大厨赛都有亮眼成绩 三年就获得将近八百面奖牌 其实有时候我也蛮烦恼 因为每次他们得奖座会来申请奖学金 我都觉得我快没钱了 我快没钱再赞助他们了 但是不得不 最后我还是要站在鼓励他们立场赞助他们 因为学生的表现才是我们要的 餐饮专业的扶植 还包含和全台五星级饭店合作 提供实习机会优秀学生更能来到荧光幕前 像上学期的话有被收邀到三立的电视台 然后我们有去录影一个节目叫做我们这一坛 那很开心能够参与这次的节目 那在里面也学到很多关于团队合作的一些事情 那收获很多 很感谢院长可以给我们这次的机会 设计学院则携手国内知名娱乐公司 提供有志网伸展台发展的孩子培训舞台 但尽管跨域合作走得很前面 也有让学生打退堂鼓的时候 因为学生总觉得说 我进去之后我是不是就可以一步登天 不行 后来他们发觉到 哇呀这么苦学生打退堂鼓 其实这也是好事我要让这个环节是趁早一点让学生知道 愿意的人你追踪会成功 那你不愿意也没关系 因为你还有比较的行业可以做 所以我也是希望大学四年不是只是玩四年 而是变成奠定你未来找工作的最好的时间点 趁着在学时确立未来的坚明方向 步伐走得更稳健 时下最流行的宠物走秀也成了教学的一环 每年更举办竞赛挑选出色学生签订经济约 上了走秀课然后还有彩妆课还有台步课 就是很多我以前都没有接触过的课程 也都是在这边学习到的 我觉得在学校不管是校长老师给我的关心 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大的勇气了 因为在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 我觉得去报名这个比赛 我觉得很需要的是师长们的支持 我觉得学校这个地方帮助我很多 教学的目的不只是传道 授业 解惑 更是培育学生的长才和人脉 学校将会成为学生们年轻追梦的神队友